黄国昌又起徐国昌及林场左闯署长办公室记者毛婉婷摄影分享 体育改革联盟简称提改联指控体育署署长林德福过度介入协会改选且开放全民加入协会后人头会员泛滥 今天中午协同时代力量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徐有名立委黄国昌及林场左及另外四个团体到体育署外进行抗议拒绝体育加改革说谎的署长请下台 三位立委协同体育改革联会时代力量党团到国前进 2020东京奥运台湾正名行动小组台湾棒球改革联盟基进党等五个团体 今天中午到体育署楼下诉说他们的诉求 要求体育署署长林德福出面说明此次国体法修法后 协会开放人民参与缺一次爆发人头会员及潮理事风波 提改联在脸书上写上四大诉求 包含林德福介入协会改选公然说谎不用负责吗 要求体育署主动将所有会员名单送至检掉 全面清查电脑输入IP比对重复资料 揪出不法人头 要求由第三方成立公正选务小组及要求体育署公开所有协会章程 在此之前暂停所有会员假费报名动作 不过今天署长林德福音公外出 由副署长王水文代表出席回应 徐有名黄国昌及临场所在等不到署长出面回应后 三人只冲署长办公室仍然扑空 要求署长秘书打电话给署长 但秘书不愿打电话 场面一度僵持 最后离去前黄国昌说 我们在此公开邀请体育署署长林德福下周有空时至时代力量党团说明我们都愿意配合署长的时间 届时我们全程将会开直播 抗议记者毛婉婷摄影分享